同樣是垃圾問題 雲林西羅的濁水溪堤防 近期被民眾發現 沿途兩公里有多處被清倒垃圾 包括了家用垃圾和腐爛的果菜等等 甚至還有焚燒的情況 有鄰近農民表示 因為這一處人煙稀少 在半夜或者是清晨的時間 會被亂倒垃圾 對此環保局強調會加強稽查 也會和管理單位四合署 找出對策的意義 堤防道被人亂倒一堆堆垃圾 甚至還有焚燒情況 近期有民眾發現 來到西羅河赤同交界的濁水溪堤防 有多處被亂倒垃圾情況嚴重 包括家用垃圾腐爛果菜或廢棄木材等等 當地的民眾表示 這處堤防將近兩公里 過去就常被亂請到垃圾 管理單位四合分俗 雖然特別立牌警告前陣子有改善 但近期又陸續出現多數地點被亂倒 對此雲林縣環保局強調會再加強稽查 環保局表示針對濁水溪堤防被亂倒垃圾會成立專案不定期派原積查 如果找到行為人 會違反廢棄物情理法裁除 後續會有管理單位研議改善辦法 希望能杜絕民眾亂倒垃圾的情況再發生 記住網上有報道